一个故事一部童话 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问世间情为何物 时交人生子相许 从古至今 为爱疯狂的人数不胜数 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来讲述一个 人偶师的爱情故事 伴随着镜头我们来到了 人偶师阿泽的家里 墙壁上挂着阿泽和女友的照片 每个瞬间都是如此的甜蜜 让人羡慕不已 可就在不久前 阿泽的女友意外离世了 阿泽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于是身为人偶师的他 做出了一个上人匪夷所思的决定 那就是打造一个女友 阿泽费尽心思打造的人偶 果然与他的女友长得一模一样 可是再过想想 也不过是一个毫无生计的人偶而已 为了让人偶有生计 阿泽拿出了一幅 轻泡在瓶子里的眼睛 他刚把眼睛安在人偶的脸上 人偶就突然动了起来 阿泽拥抱着会活动的人偶 在房间里翩翩起呼 一时间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消失了 他的世界里只剩下自己和人偶 他们甜蜜地拥抱着 旋转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一秒钟 他仿佛再次看到了自己的女友 这视而复得的感觉 让他觉得十分兴奋 仿佛有无数个小人偶在为他们拌骨 也许在潜意识中 阿泽更希望所有的人们 都为他们的爱情所感动吧 可是伴随着音乐的结束 人偶的眼眶突然裂开了 身边无数的小人偶慢慢地倒地 阿泽怀中的人也失去了生机 倒在了地上 他像疯了一般地看着倒在地上的人偶 想要再次复活他们 于是他拿出自己收藏的一副副眼睛 可是完全匹配不上 最终 阿泽仿佛想起了什么 他抚摸着自己的眼睛冷下了起来 故事最后 阿泽扣出了自己的眼睛给人偶安上 他拥抱着人偶 像一个失去灵魂的木偶一样 和人偶一起摆动着身体 爱情有时候可以让一个人重获新生 而有时候完全可以将一个正常人逼疯 没有人能预料到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没有人能真正预测爱情是否永恒 就像没有人能够知道 阿泽收藏的眼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烈谈